大家好,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0月33号礼拜一 好,那台北股市今天开高以后 几乎都在高档做震荡 暂时中场只有小涨15点 量是2136亿 好,OK 那一直跟各位讲的 来,上礼拜有跟各位讲的 来,威胜 那在10月23号 事先告诉你113.5 是支撑点 那涨到128 那今天到118又开始往上拉 那为什么今天会到118 等一下,教各位怎么去看 好,OK 上礼拜告诉各位的金像光 我说站上88 附近你要小心 主力坐手在里面 然后呢,一直跟各位讲的 来,破线的3105 没有人看好 那我在上礼拜五跟各位讲 好,那如果你是新同学 麻烦你去看上礼拜的 YouTube的视讯 好,还有 来 圆刚集团的3669的圆展 今天盘中看那掌零板 好,那华硕集团的 历志 来 好,今天也是大涨 光通讯的3234 也都涨 那这都是事先预告给各位 那我都是有所本的 那我们现在谈谈 2388的威胜 来 2388的威胜 之前 来到这低点告诉你 99 这里 很多人告诉你破线 我告诉你要买 我说 你学的技术分析 这里是破线 那你是卖掉 可能甚至你放空 那我跟各位讲 逐利做手一定是破线买 我都是用逐利做手的插盘模式 跟各位讲 谈生上去 告诉你 一堆人在这里买 那我在节目上是不是跟各位讲 来 143到137 这里你不要去做追 来 我都没看到 这里告诉你要买 然后上来 赏户一定是买在高档 那一般的分析人员是买在高档 那你做股票 如果涨上来再追 那是绝对不对的 143 而且我在这一天 我还告诉各位怎么去抓 那下来 来到10月23号 10月23号 我还跟各位讲 事先预告给各位 对麻烦你去看10月23号的YouTube 我直接跟各位讲 压回来 大量K在密集成交区在113 那这里注意看 10月24号最低115.5 那来到115.5 又一堆人看坏了 那我在10月23号 事先预算给各位113.5 我没有事后讲麻烦 我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 我都事先预告的 那告诉你主力作手 一定是在低档买 然后已经告诉你答案113.5 然后这里涨到128 那压回来 压回为什么今天会到这里 就做直跌 118 上礼拜五我没有讲 本来要讲 那因为来不及 为什么 来 看大量K高在这里 大量K高 5分K的大量K高 然后这个有2038章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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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K高 是在118 来 打褲子记 打褲子记 留下证据 好 所以第一波 等一下 来 所以第一波下来 告诉你113 上来到128 为什么在这里 他会先做来下杀 他要做一次的 在右空 然后来到100 再回来是118 就大量K 所以请各位注意 今天最低就1 今天是10月30号 今天第一盘开盘 就是1 把这都是事先预告的 好 OK 那未来 威胜 99告诉你要买 对不对 最低到99.9 拉升上来 143 告诉你要卖 最高到145 压回来告诉你 113.5要买 最低到115 然后拉升上来到128 那再下去 今天告诉你 原来118 我本来 这118 我没有事先预告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 我那个节目 视频断掉 我本来要讲 本来要讲 因为我 上礼拜 那个视频 你如果注意看 我是断掉一半 那重点 今天 威胜 拉上来 那我跟各位讲 来 威胜最后一盘 是成交 外盘加 那告诉你 这主力作手进来买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今天 今天 来上礼拜 我是下沙 亮说 今天是上涨量增 这在量价关系里面 这量价配合得以 他还会再持续往上 那 到哪里 到哪里是 波段的一个 所谓的高点 应该要卖 你要跟着我 那之前低档 破100 我就告诉你要买 上来告诉你 143要卖 压回来 告诉你 113.5以下要买 到111.5 然后拉升上来 128 附近 做一次的 又多 再下沙 下来今天118 已经跟各位讲了 那想要跟着我一起做操作 尤其你有威胜的 那你在小老鼠 你在我的line上面 就参加我会员 威胜是很多人都有的股票 很多人因为有威胜 来跟着我买 那重点 威胜85的时候 和85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 都知道 我推荐你们去买 那我在低档 85买的时候 没有人会买 那长到150几 我告诉你 140几要卖 有很多人不卖 都不卖 结果又回来再破百 那我跟各位讲 你到哪里应该要出 哪里应该要去 你就按照我的tempo 我会带着你 那你就参加会员 参加会员 我带着你做威胜 小老鼠 TIEND168 我的line ID line ID 搜寻 那你就留言580 我帮你 参加会员 我带着你 威胜 低买高卖 主力做什么 怎么做都事先预告给各位的 好 OK 那同样的 来 之前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节目就是低买高卖 那 赏户都不会在低档买 比如讲我上礼拜 我上礼拜讲3105 文帽 今天涨停板 一架到底 那为什么 会这样 我已经跟各位讲 上礼拜已经是些预算给各位的 我没有事后 来 这我上礼拜 来 你看文帽 赔钱赔人凶 对不对 他高档是在四五百块 然后在上礼拜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因为他赔钱赔人凶 我必须要double check 所以我怎么double check 给各位 如果你一新会员 你是新的观众朋友 麻烦你去看YouTube 上礼拜的YouTube 第一个我先check一下 这边是多底区 这里是一定破线 记住 主力坐手一定是破线压回碟市 你记得破线赏户是卖 坐手是买 那我的方式就是主力坐手的方式 我都压回整理碟市 破线买 我都第一档在买 那你看的电视节目 所有投股老师都在吹牛比赛 每个都是在追 涨很多的大量的创高的股票 那 我代会员我先check一下 这边 然后呢 多底区 你要再看个一两天 然后呢 在上礼拜 都没看到 我在节目上还是跟各位讲 麻烦你去看我上礼拜的节目的YouTube 我是告诉各位 站上128转强 128.83 今天直接 好 我上礼拜已经跟各位讲了 主力坐手要怎么做 今天一架到底 一字线 一线天 掌停板锁死 郭先生如果事后奖的 你把它翻倒 来 重点是 注意看 你告诉我 这边的文貌在这里 是不是破线 是不是跌到 跌得很惨 跌得很惨 我告诉各位 来 你看 跌得很惨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跌到很惨 所以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主力坐手一定是在低档板 这是我代会员的一个所谓宗旨 我代会员宗旨 好 那上礼拜 我又讲了3530 历经集团的 我是跟各位讲 来我没看到的时候 我是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 你要先界定 坐手在哪里会买 那你要先把它算出来 哪里是转强点 88.1 你注意看 这里是高点 这里一定是散户买的 那我已经告诉各位 主力坐手他一定在低档买 那这个低点我能不能算得出来 从这一段算出来 大概是在这里 不信我算一次给你看 我没看到后面呢 来 65 如果来到65 这边是破线 我非洲斑马 欧白买 听得懂吗 老师原来你就低档买 那大波段 来 我如果告诉你 这里是我在买 坐手会在这里买 那你就跟着我 好 那弹身上来 这边 我就去抓 来 88 那在这里 再抓一个 双技术 你看这88.1 对不对 这里还一个 你要保险 来 这边 79到85这边 你要记住 这里 85.5 有人在撑 你注意看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哪一天 收盘破85.52 没有 那这个再告诉你 我要攻 所以呢 今天来到这里 今天大板是小涨15点的 涨到103.5 103.5 那跟我猫一样 我猫我也是用double check 第一个先确定 这里 那在这里看个一天 上礼拜五 在这里我是不是跟他 站上128 那我已经确定 所以今天他是涨顶板 我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是这样 低买高卖 不是涨上来才买 就比我讲 3669 来 远展 来 我问各位 远展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 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 四五十块是高档还是低档 这里是高档 记住一个头顾老师 如果都介绍涨很多的 那你对他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我在上礼拜是不是跟哥讲 站上48.8转强 你看这里好像是涨对不对 其实他是在相对低 最高在158 这远展 那他的母公是叫远刚 这是AI体材 今天盘中看到涨顶板 看到涨顶板 所以再看一下 3234 我都买低档的 那你告诉我 光环这里是低档还是高档 高档120 我在这里低档买 来我们跟哥讲 站上29.67转强 有没有 那29.74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跟哥讲 我在低档 来 我还有一个方式 其实我在差不多28点几 我就买了 好了 直接告诉你了 这里就是我买的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买 我没看到后面 因为有时候节目上 我有时候不想讲太多 有没有看到 所以当来到这附近 他是一个学买点 这里要跟哥们讲 站上 有时候我会看博 站上这29点几 转强 那2829他是在高档还是低档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在低档 他高档可是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记住 郭宪政代会员 都是在低档买 请各位注意 拳头顾老师 只有郭宪政一个 是用低买高卖的方式 好 那你有威胜的 你就跟着我 你就跟着我 如何低买高卖 中间坐价差 威胜会可能一下子就一直涨 一直涨吗 盘涨吗 不会啊 他就是涨上来 那你抓不到tempo 你就可能前一波就买在140几 那压回来 又来到110几 你又看不妙就把它砍掉 结果又涨上来128 那你又看不好又跌下去 那可能今天一看又跌下来 那你开盘可能又把它砍下去 你那个tempo都抓不准 所以威胜是很多人有的股票 最便宜的AI 你说威胜会一下子涨到180 190 200吗 不可能 他会来回区间做操作 那区间来回做操作 要怎么做 欢迎你跟着我 你跟着我 那你就参加会员 小老鼠TREND168 留言580 那所有的股票 包括你做一些 比如讲 广达 伪创 那个广达 我200 280叫人家 我就跟各位讲 我怕各位做错 我就跟各位讲会跌到 跌破两位数到19几 我都事先讲 伪创应该161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 九几一定会来 我都事先讲 很多人因为看我电视节目 躲过风险 然后呢 到现在还是有很多 认为说 伪创广达 还在取涨上去 别说 上头套牢 太重了 我已经讲过了 那你不要浪费资金 在伪创跟广达上面 你应该要转换持股 那你就跟着我 那 即使怎么样 我只是跟各位讲 我带会员 你是低买高慢 一定低买高慢 拳头顾老师 全部所有 有执照的分析师 只有郭宪正这么做 我已经在暗示 信不信 那是个人的因缘福报 我都低买高卖 这是主力做手的 一个操盘模式 所以为什么跟各位讲 如果你看电视节目 这个老师流量很大 这个老师是有问题的 因为什么 他流量很大 代表 他是顺着散户的毛在摸 那 赏户都是赚 都是赔钱的 那你要必须跟赏户对坐 好 我跟赏户对坐 我的 视频流量会很大吗 绝对不会 我是保持一定的水准 那 为什么我还是有流量 不好意思 会看我的都营业员 都做手 都是大资金 都是头脑比较好的 听得懂吗 赏户不会看我的视频 因为赏户喜欢去看 每天都大赚的 一年三八五六十五天 每天都赚得很霸气 每天都大赚 从来不赔钱的 这种奎话 你都听得下去 你不要阴逸费时 你不要听到入神 听到一种洗脑 洗脑的头脑 我都低买高卖 好我一直跟各位讲 想要低买高卖 你就参加会员 参加会员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的 我当头脑老师 我是在做心色的 我当分析人员 在节目上 我都低买高卖 有很多人相信我的 AI 这一波有很多人 AI 听我的话躲过风险 没有听我的 很多都 七三六百 甚至有很多在 在我的LINE上面跟我讲 老师 我错怪你了 当初你在161的 伪创 你直接讲 我还秀我的手机 秀计算机给各位看 一定会到98.2 我没有事后讲 一定会破到两位数 结果到87点多 我在节目上还跟你讲 会到86点几到74 我都每天讲的 所以你应该把这些套劳 因为伪创 还有广达 前面的套劳量太大 主力作手不会拉上 我帮这些人做节套 所以你必须要换股 要太弱流强 那在太弱流强的过程里面 那你就跟着我 然后我未来就带着你 我就低买高买 那我在跟各位讲 我如果即使做错 主力作手会帮我做节套 因为主力作手会帮自己做 解套或赚钱的动作 听得懂吗 这里面的最大作手 叫做外面那只猪 听得懂 我已经在暗示你的 所以想要低买高买 欢迎来找我 好OK 小伙节目记得要订阅 来 10月30号讲10月31号 我都事先做预算的 来 160几 我就告诉你会到两位数 而且告诉你这里会来 真的有来啊 87.7啊 广达 这谈生上还告诉你261 还告诉你大量KD25 7.5 下来一定会破200 对不对 有到199 这谈生上还 来 前面呢 赏户这里是套了一堆赏户啊 主力作手拉上来 帮这些人做节套吗 别弄啊 所以你要换股 就跟着我 威胜来 他不会一下子就往上冲到过前高 他会大涨小回 很多赏户砍在这里 买在这里 砍在这里又买在这里 那 我在高档 我说这里是买点 这里是卖点 这里是买点 这里是卖点 那这里我是不是跟哥讲113.5 那今天告诉你118 我刚已经讲了 对不对 上礼拜我本来要讲 因为时间来不及 金像光 来 88.1 刚才 从这一段的0.38 0.618 在85附近 85.5附近 转强 现在101 那高档在很高 很高 这里在相对低 我都在低档买 文贸 以前400多块 现在来到这边没人要 那谈生上来 因为他是赔减 所以我必须要 double check check这个是多底区 那在上礼拜我告诉你128.8 今天涨停板一价到底 那未来会涨到哪里 跟着我 那我所有的股票都低买高卖 光环 最高在120 130 然后下来 我已经跟各位讲2728这边 可以买 那站上29.6是转强 今天继续涨 远展 这 他高点是158 现在在50几 去掉一个头了 我刚已经给各位看了 那这是踏入AI 那他的母公司是原钢 原钢今天涨停板一价到底 那今天原涨也是一样 涨停板但是有打开 预算调整金准无比 没有模拟两可 短中长线破断一笔试用 做股票是压回整理 跌市破线低档买 不是买现在在涨或涨大段的 你看电视节目不是在看 头顾老师在节目上告诉你 赚钱的故事 那个100%都是骗你的 你要看的是低买高买 事先做预告的 我就是事先做预告 只有我一个 你要会预算高低点才是赢家 那我的方式都是外资 主力做手的方式 所以我都低买高买 而且我跟散户对作 如果你以前是散户 你想要变赢家 你就站在散户的对家 跟他对作那一方 就是谁 就是外资 就是郭某某 第一高档都是散户买的 这上礼拜 10月27号讲10月30号 有没有 没有调整 连调整 有时候连调整 这差23点 这个差11点 其他没时间算了 我都事先预算给各位的 再跟各位讲 来 参加我的LINE 那参加我的会员 小老鼠TREND168 那留言 参加我会员 滴买高位 留言580 580 我的LINEID 留言580 参加会员 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 好 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 插盘胜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